女排队员生活细节曝光!朱婷保持精力有妙招,林里过生日不忘爱美! 北京时间7月16日,《我爱女排》公布了中国女排的最新动态。 7月15日,郎平带领中国女排赶往北轮参加集训,为期一个月的集训在当天就宣布正式开始。 在《我爱女排》的报道中,女排队员生活的细节得以曝光。队长朱婷保持精力的妙招被公开,自由与人林里的爱美习惯也暴露在球迷的眼前。 在球迷的印象中,朱婷在公开场合一向是精神头十足。 尤其是今年在瓦吉福银行中,欧冠和土耳其联赛交替进行,在帮助瓦吉福银行夺得两个冠军之后,朱婷又火速回国,赶往北轮报道。 长达鼠月的高密度,平均两三天一次,赛程,朱婷回国面对媒体依然精神饱满,让球迷大呼佩服。 那朱婷保持精力有什么妙招呢? 对此,我爱女排在文中写道,清晨的时间格外珍贵,特别是对于睡神来说,队长朱婷动作快得像一道闪电,她早早登上大巴,趁着路上的时间补决。 相信球迷都已经明白了,队长朱婷并不是铁人,天生就经历绝伦,只是在抓紧琐碎无用的时间来睡觉了。 这让笔者不离感叹道,朱婷无愧世界第一主攻,自律能力没得说。 值得一提的是,7月15日是自由人林莉的生日,作为中国女排目前最优秀的自由人,林莉一直很低调。 球迷更多的关注的是在赛场上,林莉的世界级旧球,然而很少有球迷知道,其实林莉还非常爱美。 7月15日晚,林莉转发了粉丝给她的生日祝福,林莉写道,又一年了,谢谢大家的祝福。 只是为什么我要穿着睡衣,敷着面膜出现。很惊喜,很感动,暖暖的。 很明显,即便每天训练,林莉一直有敷面膜的习惯。 根据我爱女排报道,我们得知林莉自北京赶往北伦的路上一直陆续收到生日祝福,不过在生日当天依然集训,相信林莉这个生日一定很难忘。 有意思的是,我爱女排在文章标题称林莉为泰迪,笔者经过查询得知,原来林莉之所以叫泰迪,是因为她禁锅少头发比较短,而且还有点卷,和泰迪毛很像。 不得不承认的是,女排队员真是群有趣的姑娘,你们说呢?